多维新闻在相关文中首先指出 香港政治生态近年急剧恶化 令中港矛盾不断激化 甚至近年来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的落实产生了怀疑 而习近平2015年在会见父亲素质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史明确表示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 坚持不动摇和要求全面准确 但中联办近年在三大方面出现严重的问题 与习近平的要求背道而驰 这三方面包括 港澳报与中联办在具体职能设定上有很多重合之处 中联办总是不自觉地陷入香港的政治争拗中 尤其在重大问题上 很多时候已经明显地愉悦了 作为一个联络部门的职能范围 另外香港特首的产生体制未能代表广泛的民意 也给中联办开阔了较多的参与空间 文中特别提及 中联办为扶持建制派在立法会和区域会中的议席 扩大亲中阵营 为特首梁振英称调等 被称为北京直接治港的总道理和第二权力中心 造成很多港人对北京不满 令中央被迫为特首中联办的一些政策事务被黑锅 时事评议人李泽芬认为 多于新闻一只当当 习近平的传声筒 仅次释放的讯号明显是对中联办和梁振英的不满 尤其是中联办和梁振英近日借选举确认书 挑起的港独问题 你看到很清楚梁振英是想将整个议题 都变成了一个港独的议题 因为未来议题之前本来是保良是一个议题 现在很明显梁振英被人职工 他们初初国议书 他们昨天传出消息 如果你们这些人只要复合 或者是选取情绪 就不排除他们会 不大释放的 但最近现在改口 说不是的 这个只是香港法律 基本上没有关系 所以不需要直白 这个很明显是 显示中央是不满意拉下水 所以现在又再弄这种单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行动 会继续都不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导